我们这种麦克风跟录音室的麦克风不一样 录音室你这样子一定唱 你看你拉这样声音就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麦克风是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 唱低音的时候 即使唱很高音的时候也不要拉 拉这么 那个声音我们在耳机里面听 大小声的比例非常之大 这样你们知道了 那你在高音的地方怎么去控制你的声音 是要用你的身体去压缩 你那个高音的声音 所以唱歌不是用喊的 是用压缩的方式去把它丢出来 这样知道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评审那么多场 今天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尤其是今天的你们 盛装上台 把它当成一回事 给自己一个掌声 真的 真的是一句棒 这个是 对自己的一个尊重 对舞台的尊重 对这一次 人家投资这么多的经费来办 然后我们又不用去花一毛钱 又有奖金可以拿 然后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给我们 我们的每一个动作 我们都要心存感念 有这么好的地方让我们唱歌 那你们今天不管表现的好与不好 都没有关系 记得我刚刚讲的 跟每天的你比赛就好 练歌一定要多练几首 你们要记得 你的口袋里面 一定要有几首歌的歌单 是你的 你既然要比赛 就是要拿出来跟人家比拼的 你要跟别人拼的时候 你口袋里面一定会有东西 几首歌就好 把它练好 那你要比赛 一定会有转的歌 很有技巧性的 对不 你如果没有技巧性的 唱唱的 虽然好听 不然你要取冠粉 比较不可能 可能分数都在中间 所以我们现在要 如果每一年 我们还有办法 你们就用一年的时间 我们好好准备 准备两首 一些比较困难的歌 听起来 大家会觉得 你唱歌的歌唱技巧很好 就慢慢地去增加自己的实力 请不吝点赞